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是從六子淡山 吉哈拉愛那邊搬下來的 目前我們這邊空雨是很多 因為年輕人都到外面工作了 有種子金針的話就表示老人家很窄 如果說沒有種子金針的話 雜草重生那就是表示老人家都不窄 已經過世了 你看我們的金針目前都放開花 因為今年價格不好 一直放開花的話 但是我們的心一直在滴血 那是不能賣的 牧師有交代 叫我們做五毒農業 所以說我們這邊不能散農業 都是自己拔草的 一碰到颱風 完了 整個收成 一整年的收成就沒有那個 要申請補助也沒辦法申請 因為你沒有土地形狀 是這個樣子 現在我們那個平地金針的部分 我們都在做仙齡 因為花蓮的人口 人口輸不多 所以說賣都賣不掉 他也是很努力地 在幫我們找些通路 能夠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對他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和蔼可親 有點像我們部落的媽媽 我們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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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們原住民 應該是投原住民的票 但是他還是幫我們 幫很大的忙 整個福利箱裡面 只要有土質流 或是產業道路崩壞掉 他都是第一個到的 因為我們這個部落 在產業上 比較努力在於 競爭無毒這個部分 所以他知道 他對這個部落 非常的關心 他真的很認真 是蘆看著 是蘆看著 在家裡 然後我們在家裡 看著 通常 證明 這是一番 我 看著 來